牟尼金色 英国祭祀集 婚姻与感情 细月 别再为爱受苦 以下为一位请示者分享 来文照灯 从小遭遇挫折 每个人总会笑笑地以阿Q精神治潮 人生即是苦海啊 每个人生来都为酬业 没有人是来享福的 人生凄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求不得愿正慧 无法逃避的苦了几回 我们总能以任性低头在生活中苦中作乐 任凭苦海于头顶翻腾 在自己的考卷上写上自己的答案 总觉得每个人的考试题目均不同 许多总得自己内化然后放下 内化的过程内心惊涛骇浪 种种求不得 放不下悲怨断肠 自己的考卷上自己填上的答案 到头来反思 也只是致作致受 莫学从小父母从不间断地告诫 千千万万二十四岁前不可交男友 不仅自己受苦亦会年累佳人 为接触佛学浩瀚前 总觉得躲过就好了 现在想想怎么可能躲得过呢 内化许多年后 帮母亲持送前世 因感情因素持刀伤害业主菩萨 相众往生的业力时 在持送过程 虽莫学极其迟钝 却也感受到母亲与业主菩萨的情商凄苦 此时有新闻 报道情杀案 母亲与我均哭了 母亲应是阿赖耶时的记忆中 成身处的情境 我是今世为学习佛法前感情事件 深知情苦 家人也苦 用功了一段时间后 感恩牟尼经舍 佛菩萨慈悲开示的经文术完成后 第一次的回向结果未圆满 开示结果为 业主菩萨觉得不够诚心忏悔 且有心业力现前 莫学诚心感恩 牟尼经舍佛菩萨开示 可念诵佛经就有解决方法 深深知道自己错了 业主菩萨慈悲提醒莫学忏悔法门的重要 深深的忏悔 因许多的经文尚未完成 故莫学一心求快 于是忏自少了心 在曾经请母亲前世因感情因素 持刀伤害业主菩萨前来 因为真心忏悔 以痛哭流涕 因业主菩萨让自己忏悔 说出自己内话很久 却也无解情伤之痛 自己感情上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也曾遭遇 掐薄暴力 虽明了一切是自作自受 也能深刻感受到情感上的痛 莫学承受母恩 若当初母亲未能接纳莫学 再三犯错 并给予家庭的温暖 莫学也不能在此跟您忏悔了 母亲与父亲一身感情相细 结婚五十余年 还是有一人要先走 母亲曾走不出上偶伤痛 而曾求助精神科 祈求您能原谅母亲 我一边叩手也气不成声 对不起 诚心的希望业主菩萨能原谅母亲 我们母女年薪 母亲已年老 但莫学一定会告诉她 艳丽因果 身处感情时 无边痛苦 心安不住 都不是自己的 莫学有幸接触佛法后 才知道把自己安在佛法中 自信自在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与业主菩萨诚心沟通 欺畅惨哭 替泪纵痕 第二次回向当日 母亲与莫学一起跪地 再次跟业主菩萨忏悔 母亲 头低低的 低深的 也跟业主菩萨诚心忏悔 莫学很感恩 谋尼 经舍佛菩萨 慈悲开示 若情感 不解开 心结 深深世事 纠缠 何其苦痛 看到曾经 沸沸腾腾腾的 感情新闻事件 不仅毁了事业前途 自己与家人 亦无边苦痛 事件女主角 现今 告诉众人 如果再一次 她会让 如此简简单单 一个字 蕴含 无边智慧 六主慧能大师 到了 广州法信誓 看到两位和尚 对着 事前的 棋子 在争论 一个和尚说 你看棋子在动 另一个说 是风在动 惠南大师说 既不是风在动 也不是翻在动 是心在动 莫学 忏悔 沉迷于 粉红泡泡 最美的心动 泡泡 随着微风 往上飘 没有 永恒的泡沫 也无 永恒的爱情 情指 我贪 我撑 我吃 我慢 我已 等 种种的我 苦不堪言 无名看不透 又一再重蹈覆策 更是愚昧无知 后来我念 地藏经 重念两句 即和尚经文 也面痛哭 念不下去 至今到一口气 念至四道六步 停不住 莫学诚心感恩 地藏王菩萨 慈悲救了莫学的命 若没有一字一句 慢慢念诵地藏经 情感的过度情职 已将福报 迎之某娘 没了福报 怎能指望遇上好员 该遇上的欺骗 暴力 已从出声 写入八字 被父母再三告诫 若太早 谈感情 会一生凄惨 还会害到家人受累 莫学念满了三千部地藏经 还是停不下来 因为已知道念佛的好 命运也已改变了 念诵佛经救了莫学的命 犹如一饮而尽的忘情水 了解跟情有关 多半是苦的 现今忏悔 为念佛经以前的种种情感 一幕一幕像是自己前世 所演 遇到自残 控制狂的恐怖电影 佛经的念诵过程中 一遍又一遍的洗涤墨学 受伤的凝食 现今若想起从前 那个曾经垂泪 走不下去的自己 没了遭遇恐怖控制狂的 经不恐惧 只剩忏悔 感恩牟尼经舍佛菩萨慈悲开示 第二次回向结果 虚补三部经文 各十余遍 墨学念诵自第三部的地藏经 忽然觉得物干台语 业主菩萨所受的苦 边念诵边犯累 我愿尽其努力 祈求业主菩萨原谅 若业主菩萨仍觉得不愿原谅 墨学会一直努力 忏悔至业主菩萨 愿以真心原谅为止 感恩母亲的业主菩萨 度化了墨学 虽现今 已对感情如如不动 还是不正确的 真正的放下是颤 革新知非 改变过错 悔 不再重复过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 自己放下后 也要协助对方放下 度化自己 也要度化对方 随着数个月 念诵经文 祈求业主菩萨原谅 到经文术 接近完成时 墨学 竟觉得有些舍不得 愿将这些虚补回向的 食余变经文 善师如母重 男人 男人无量苦 意念畅生情 世事永不离 愿化为祝福 别再为爱受苦 分享结束 感情这一类的问题 在处理上最容易与期待落差 并不是把问题回向完了 所求就能如意 对象就能与您在一起 这当中还得考量到 彼此的缘分 有的缘分结合 只是为了讨报 讨完就散 有的缘分是讨报 但讨完了还能在一起 这部分受到后天个性 或其他因素影响 没有办法确定 未来就一定能如何 有的状况是 对方本来就花心 就算您把问题都处理了 也改变不了 对方花心的个性等 面对这一些感情问题 建议您照开示 把该做的功课做完 至少确认因果两清了 把因果还清后 也别忘了经营感情 与广结善缘 若缘分还在着 好好经营 若尚未有因缘者 赶紧多多行善 善缘节的广 现在未来都受益 也许不久后善缘就出现了 但接下来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像上述的分享一样 学会转念 这并不是要您即刻放下所有情感 而是要您用正确的态度与观念 去看待感情这件事情 在精舍办事的案例中 最常见到的就是因为利益或感情 而伤人害人 原因是因为太执着 导致犯下这些过错 人在执着中看不清楚事实真相 尤其在情职里 一个本来又这聪明智慧的人 也可能退化 被执着牵着鼻子走 若又遇到无法称心如意的事情 而钻扭脚尖 可能就翻船了 注下错误 所以说要学着转念 转变态度与观念 如何转念 读诵佛经是个好方法 依照高僧大德说的 学佛其实要点没几个 只是后人用不同的方面阐述 让我们觉得内容很多 但真正的要点就是几件事情而已 把握了这几件就能慢慢掌握核心 至于是哪几件 就请您从每日念诵佛经中找答案吧 再透过人家说的内容去理解 又是第三首第四首资料了 可能也被扭曲 离事实越来越远 还是稳当的诵经吧 若不是第一首资料 自己的体悟 也是第二首资料 从佛经上得到的智慧 人生即是苦海啊 每个人生来都未酬业 没有人是来享福的 短暂的因缘也只是过客 若您在感情路上摔跤 哪天很伤心难过之时 建议您找个无人又幽静的地方 买杯热茶 放空一下思绪 拿本佛经或是高僧大德的文章看一下 想想人生在干嘛 也许会有不同体悟 而后请学上述的分享 逼着自己念经念佛 持续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逆程无法省略 只要用心与花时间 便能够像上述的分享 一样能转变 转变后就能慢慢远离情商了 反而有豁达的人生观 别再为爱受苦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潮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